山东济南商河县一条黄河支流 是由村民十几年前集体开挖的 但最近被爆料 村民从黄河支流取水交地 一年要交一百多元 并且跟养老保险挂钩 有网友披露 每个县用黄河水都要交钱 如今汗的无法播种 黄河也不放水 家住黄河边的山东村民表示 政府调控黄河用水量 部分村庄个人要交交地费 山东从去年冬天开始干旱很严重 当地农民都靠自救 山东河泽 辽城 宾州等地 农村也有人反应 用不到黄河水 政府还在收水费 山东运城县黄吉乡被网友曝光 黄河放一次水让农民交地 每人交水费一百多元 比前几年翻倍 山东村民傅先生表示 中国粮食短缺就是因为农民种地不挣钱 他本人家里有地 已经好几年不种地了 黄河水收费引发网友议论 有网友认为这是地方政府裁员枯竭的征兆 此外有网友反应 花45元买学生票来看黄河不想再来了 去年也有人反应去黄河贪玩 开始收费了 一人30元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雄斌明宇采访报道